大家好 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珊 另外就是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我们今集回来讲讲黎智英黎老板 又名叫肥佬黎 在育中的生活究竟如何呢 哇 精彩 话说他坐牢差不多三年了 已经一段日子了 最近过得挺好 哎呀 你看到这些照片 简直精神爽利 我也很精神 是啊 你看看他 哇 是呀 是啊 昂然阔步 瘦了整个轮廓都出来了 脖子相当粗壮 虽然他是黄油 但是没办法 也要跟着监狱里面的衣着指定颜色 无独有偶 要你穿回整身蓝 穿蓝色 对 蓝色T恤 蓝色短裤 看到他就在程教署人员的指导下 带着他出来放风 甚至乎脱了衣服就晒太阳 晒日光浴 在监狱里面可以调捕 真的好 是的 那些什么製造一下 维他命 还是怎么样 维他命D 没错 相当不错 看到他的生活 乐得轻松 乐得清闲 我们待会可以再说 从肥佬黎的心态来说 从他的角度出发 其实他似乎幸福过在外面 我也觉得有些是对的 第一 他有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 而且是不需要有烦恼 不用想些什么 我们在监狱外的人 其实有很多事情烦 要烦生活 要烦工作 如果有家庭的话 要烦伴侣 要烦子女 很多很多事情烦 但你捕监就不动 捕监真的可以划得上去 以根清静 什么都不用想 全心全意 按捕监 你说多好 因为黎智英 贵为曾经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 一传媒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上当年戚册一时的传媒大亨 当然了 他们搞了什么 加什么 帮喜欢 his choice ıy 又做 Turkish 4 捆卖 为什么 我自己也跟手足一起倉底建 你很喜欢跟他们讲这些 在里面就说爆他 不过据问他在单人倉 先给大家一些资料 也要给美联社资金 最近在上个月底 7月28日左右 在赤柱家墓附近 李远就说用一个长炮去影响黎智英在监狱的生活 我们看到有两个懲教署的人员 陪着他出来监仓 我们看到整件事 人们又说到黎智英在监狱又会很惨 又会订阅 又说到执法人员好像会黑帮他 虐待他 大佬不是啊 是不是 怎么黑帮他啊 何解呢 就算我们看这张照片 有没有一条疤痕啊 有没有瘀了啊 可以这样的 你看特区政府的懲教署 逼一个老人站在街上暴晒 是不是暴征呢 暴征叫你暴晒 他是不是叫他暴晒很久呢 他也想暴晒一下 走一下 吸收一下太阳光 对啊 让皮肤呼吸一下也要 同呼吸 同命运 你这么说这些 你看到这张照片 没有人逼他 脱衣吧 脱衣吧 脱衣给大家看看 我们没有打你啊 不准脱衣 如果你说要收起还是怎样的 还有啊 你见到他都见步如飞 是不是 你说不是啊 他周身没有伤痕而已 你不准啊 拿那些厚厚的电话簿 站着打他 没有啊 他走得很快啊 是不是啊 他害怕而已 所以才走得快 你看他啊 昂然阔步 这样的 还有两个懲教署人员 也没有移动他啊 还是推他啊 还是怎样的 他又完全没有啊 也没有啊 是 也没有啊 有没有虐待他啊 没有啊 完全不觉 是不是啊 亦然过得很快 你看看这张照片 我们自己再放近一些 那些清晰一点的版本 再看看 老实说 那些什么 暗瘡 非枝 那些 生什么 也不多粒 也不太多 也不太各有 看来环境挺好的 真的啊 也叫他代去不搏 我们也看到 懲教署的人员 心口呢 就是在肩膀附近 也有那个摄像机啊 等等的 就是全部都 摄像机 奇奇理理的 所以整件事呢 我们看到画面 右手边那位人员 也都站得很端正的 就是不会说那些什么 印针印针 砍砍砍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Netflix 有一套纪录片 就说 不知类似全球 十大那些 很可怕的监狱 就是在不同的国家地区 那些监狱 例如菲律宾 那些是怎样的 例如在哪里 那些有点点点 墨西哥有什么 找个麻辣佬 然后进去就扮认在实验住 不知道五日 还是多少日 那些 就是看见那些烏烟瘴气 又有里面那些 不同的规矩 又说要买个地方来睡 又要找人给你钱 然后这裏有一群 那裏有一档 还是怎样的 有多少点关灯 关灯之后 又要小心一点 你看看 黎智英在香港这些监狱 简直 是不是五星级的监狱 不是五星级的监狱 哈哈哈哈哈哈 绝对是 那说回为什么 现在他在监狱 真是活得给他在外面快乐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肯定 那些这么大的集团老板 那些职员 高层 中层 低层 一看就勾心斗角 不知道哪个金手指 会拖哪个背脊 即是员工与员工之间 就是员工疑 员工疑 里面有很多疑惑 疑问 差疑 员工非常多的疑 所以老板收了很多手机 不同的讯息 有很多不同的群组 又要看谁说这些 又要看一盘数 哪样可以哪样不行 广告收得好不好 课金行不行 哪里又要赚钱 哪里又要赚钱 哪里又不能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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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走经 看到销售 人们坐在那里 他就会在那里吵 诶 死了死了死了 然后在问父母 他就像自然自然 那样 每个都坐在那里 即是没有生意 没有客户 没有客户 接着 如果人们全部都走 又会死了死了死了 每个都出去工作 但是没有单回来 也是没有生意的 广告费也只有这么少 又是这么大 即是在那里有烦 不在那里有烦 不在那里有烦 那你想怎样呢 即是很多这些烦恼 那里有烦恼 那里有烦恼 每天回去 因为一传媒 一进去大楼 便会有 苹果日报的销售数字 即是那一日 即是之前一日 应该这样说 即是那一日 即是那一日 埋了多少份纸 然后回到多少份纸 就很大排 这样放在那里 老实说 风光的时候很好看 摘墓的时候 你看到心里 绝对是 一看到摇头探色 沙丹红 进来 跟我开会 讲一讲 究竟是什么环境 有什么计划 然后可能又 操纳一下他 还是怎样的 然后想一下 沙丹红之后 会不会有 说我是非 还是怎样的 会不会和哪些社长 副社长 即是苹果日报 会不会有变变 还是在想什么 然后又要 很多这些不同 古怪怪的事情 太多 那些人 那些雜音很多 然后回到家 自己又煮鲍鱼 可能 煮鲍鱼 有时吃起这些 吃完都不知道 不知他的滋味 吃到嘴都会 还在犯着 犯了 很多事情犯了 所以为什么 他进了監獄 真的清淨了很多 他可以 过一些 原来突然间 每一天 没有这些讯息 又不用烦 返了多少 又要烦 谁写得好不好 做得好不好 谁有没有去跟 谁 谁有没有做到 谁 就算他是老板 尤其是去到壹传媒 危机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之前 又说什么要 想大家帮忙 抢手 货金 是的 以后没有了 金也不用过 不用了 还有钱赚 现在可能他在監獄 即是落得清闲 又有監獄方面 帮他安排的 伙食 又会问你 黎先生 吃不吃宵夜 好像是宵夜都可以吃 坊包 挺好的 挺好的 是的 星期六日 根据邵家臻所说 好像是有电影看的 还有一杯没有味的奶茶 就让你一边坐在那里 即是用胶盆喝奶茶 一边看《魔街散布局》 就是这样去看 挺好的 是的 是这样的 而且 现在他们在監獄方面 据问一个月 探两次 他应该习惯了里面的生活 应该习惯了 我们看到 应该习惯了 老来也是一种福气 至少不用烦外面的东西 也不用顾太多 所以这个臭小子 黎崇欣 还到处去四处大奔走 为他父亲在这儿护冤 是吗 之前他去英国 我父亲黎智英 有英国的国籍 英国政府又不帮他 你想怎么帮他 在劫狱 你想怎么帮他 为什么 派兵 怎么帮他 职业特工队 没有理由这样的 你自己出来 我想帮到 让他出来先吧 然后又去美国 还是怎样的 这个臭小子 又去美国 美国好像好些 好像好些 那帮我什么 又不知 又没有事 有多少照片 在媒体拍了出来 我又不觉得 太过什么 令人害怕 还是怎样的 但是黎崇欣 我们看到媒体也会说 他一个人走下 晒下太阳 因为 虽然我们看到黎智英 是垂垂老耳 不过 他也是被列为重犯 所以 全天后都是单独囚禁 那就更好 那会更好 那会更好 倒回来看 他不想谈那么多 因为他 这个大半生来说 他都说了很多 都很吵 甚至乎 很多人都要跟他说话 原来乐得清静 乐得清闲 是如此宁静 就是让他可以思索一下 过往来说 所做的坏事 或恶行 或是如何 在他的口中 又说什么 港共政权 又在罵共产党 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会否他能够 在监狱里面 淨私几个呢 当然 可能你听到我这样说 一定不会 不要这么冲动 我们都希望这个贱人 就回头事案最好了 是不是 希望 就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他有朝一日 穿出来 就洗心革面 就好过了 总好过那些 好像什么杰斯 那些人渣敗里 就去骗人 现在还跑到加拿大 大放厥词 又是继续用什么颜色警 还是什么 来形容警察 还是什么 你看得出 那些人 是没有改善过 是没有改变过的 那我们再说 这个黎崇欣 他的说法 直接瘋得如何 我还很记得 现在你看到你老爸 黎智英在监狱的造型 再加上他的面型 再加上他的发型 再看下去 走走走走 有不有型 他之前 黎崇欣说 情愿代他老爸 就进去坐牢 有得这样的吗 情愿一代吗 不一代的 凡事那个是你老爸 他也有说过 就是说 他老爸是甘愿 为香港民主入狱 唉 为香港民主入狱 你自己犯事就犯事 说到有人意 真是搞笑 是的 也有人相信这些话 很差 神经病 为香港入狱 这些黎崇欣说的 真是傻的 黎崇欣说的那些 我没有叫你入狱 没有叫你犯法 是不是 还有 现在你老爸 搞得要蹲 相当长时间的人 是因为去欺诈 是吗 还有为何现在才叫他 去欺诈那里蹲监 就是要查 要審 刚好得这么巧 是吗 是的 这么多年 作恶多端 这些 请问你欺诈 那个办公室 就是用来搞黎智英的私人事 和香港民主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因为 是的 我要管好那些游艇 就是专心一点 搞定这些 车等等 我才有心情 和大家争取民主 是不是这样 要这样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越说越夸张 这些人 怎样也好 那些人 又是那些 你看到那些 自动波的留言 其实挺好笑的 是怎么样 有些 帝先生加油 好人一生平安 就是全部都是你这些 平安就不是蹲监 是不是 平安地蹲监 不要在里面有什么跌倒 跌倒 之类的事情 真的很好笑 有些人看到黎智英 走走走走 都说 建守你的信仰 仍然无据强权的迫害 令人敬佩 有什么迫害 我不觉得那两位职员 有什么迫害他 真是很厉害 不要逼他 这张照片 我们看得出来 是完全 他脱了衣服给你看 他褲下面的 我们也不知道 打屁股 屁股全部都是藤条腾 另一件事 但起码我们一看到这里 他也是可以的 是吧 可以的 老实说 不是你们说得这么夸张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黎智英那些 不要妨礙你爸爸 在育中享清福 让他安静一点 让他看着你坏 还在那里搅拌 好 至少黎先生 就可以在监狱里面 正私寄过 放心 不用怕 需要说些什么 帮我看着香港 对 我们会帮你看着 好了 先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